原标题 对于帅才和将才这两种不同的定义 有一种简单的说法 帅才是统领将才的人 他可以统领将才打胜一些战役 而将才就是代工打仗的将军 如果让帅才去领兵打胜仗 他可能会打败仗 甚至他打仗的本事还不如手下的将才 但是他有统领全军的能力 比如说清朝末期的重臣曾国藩 他去领兵攻城时总是失败 但是他只会将领去打仗 却经常赢得胜利 这就是二者最大的不同 在中国十大元帅中 要说打仗能力最好的元帅 很多人都会说是刘博成 顶表 徐向前元帅 但是要说到帅才诸德元帅 他当仁不让的人选 蒋介石曾经对于寿贤有这样的一句评价 服务老总外 其他人皆未将 蒋介石之所以给朱总司令这样高评价 正是因为在朱总司令面前吃了大亏 真正了解温润敦厚的朱总司令的厉害之处 对于朱德元帅统领全军的能力 九大元帅中没有一个人不服气 他们甘愿倾从朱德元帅的指挥 朱德元帅是十大元帅 终不可争议的帅才 从红军时期 毛主席和朱老总就是队伍的灵魂 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只有有这两位在 那么军心就不会动摇 朱德最大的军事成就 是在战略创新上 游击战中经典的敌进我退 敌注我找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石六自绝 就是由朱总司令提出的 即使运用游击战术 最为娴熟的毛主席 也屡自指出他的军事经验 最早来源于朱德在实战中的总结 有了朱总司令最初的成功探索 才有了后来游击战的发扬光大 仅凭这一点 称他为杰出的军事理论家都毫不违果 帅才是一个军队的统帅 他主要把怀有独特技能的将才 分配到队伍中 让他们在战争中 最大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帅才是把控整个军队胜利 最主要的决胜者 素玉在中国的历史上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将才 他背后人欲为战神 对于朱德元帅他最佩服 他曾这样评价朱德元帅 国的军事知识完全源于朱德 而朱德对素玉也非常的看重 在革命早期 朱德就看出了素玉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 朱德元帅曾说过 朱德老了以后 还有素玉 从此以后 很多人都把素玉看成是 朱德元帅钦点的接班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朱德元帅